在佛陀时期 在舍卫城的郊区 有一个果园里住着一位比丘 就是一个和尚 名字呢叫做伊姑达纳 这个伊姑达纳比丘呢 他只能熟记一首佛陀所叫的祭诵 也就是祭语 但是呢他彻底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每次他读完这首祭诵 果园里啊虽然没人啊 但是那些树神啊 就热烈的鼓掌和称赞 有一次呢 有两位博学多闻 并且常常说法的比丘 这两个人抱出去说法 他们带着一群徒弟经过这个果园 他们就问了 伊姑达纳 这个比丘 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说法会有人来听法吗 这个伊姑达纳很老实啊 他就说 果园的树神 他们听着我讲的 他都会鼓掌称赞的 这两位比丘啊 心想你在说什么 他们就在园中 既然你说树神会 那么我们也来讲讲看 他哑在园中说法 讲完之后呢 没想到果园里啊 静悄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树叶落地的声音都没有 他们呢 一想 哎呀 你不是说 树神会鼓掌吗 那么 怎么没有啊 来来来 伊姑达纳法师 请你来说法吧 这个伊姑达纳法师啊 他就会这么一手寄送 他又开始讲了 他一讲完之后啊 这个果园里啊 一如往常一样 响起了 噼噼噼噼的掌声了啦 并且大声地叫好 大声叫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两位比丘的徒弟们呢 他们就 也听见了 因为过去的 这个比丘啊 都有一点神通的 他们觉得这些树神啊 有些偏心啊 你看对伊姑达纳 怎么这么好 他就讲了这么一点点 而我们讲了这么多 他们感觉到 他讲了这么 平常 一点都没讲了什么 为什么 他们没有鼓掌 为什么对伊姑达纳法师 他就鼓掌了 后来佛陀 听到了这件事 他就对弟子们说 佛陀就说 比丘们 我不认为 听了许多经典 常常说法的人 就一定精通 佛法 不多讲呢 不是说 你今天 常常说法 你就一定 精通 佛法 相反的 虽然听的不多 但是呢 却能体会真理 就是理解 而且经常 保持正念的人 才是真正 精通 佛法的人 精通 佛法的人 所以从佛陀的 开始 就让我们知道 佛法的 核心 在于 你要 亲身体正啊 就是师父跟你们 讲这么多 你们自己 要去体悟的呀 师父叫你们 念经 念了吗 念了之后 好不好啊 好 有效果吗 有 这叫体正啊 你们看看 每次法会 前面 有很多佛友 上去做心得 都是他们的体正啊 所以就是 让我们知道 学佛人 要保持 觉性 要活在 当下 也就是说 要真正的 能够理解 佛法 实际上 你就是在 行佛 你念了再多 你什么都不懂 你没有受用啊 你没有 让这个佛法 让自己受用 所以很多人 经常打进电话 跟师父讲 师父啊 我念了几千章啊 你用心了吗 你有感恩心吗 你有体悟之心吗 你不是赶时间 赶张树啊 你要用心啊 而且要护持着 佛法的 用心的来念 你才能成功啊 什么呢 没有 没有